請就座 我們繼續開會 請林玲瓏議員之情 好 好,謝謝我們的副議長 今天我們辛苦的市府團隊 我想總質詢是議員 在這個問政上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們也盡力的 希望協助所有的市民朋友 和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能夠達到政策上 讓高雄市更好 所以今天林玲瓏議員 要特別針對 我剛剛開了一個記者會的議題 來首先和我們的市府來做討論 好,那謝謝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今天在旁聽席上 我要跟副市長特別提到 今天來的有家長 那他們都是家裡有0到2歲的小朋友 那也有保姆代表 以及當然也有業者 那這個部分我知道 加碼對高雄市政府來講 一直是一個很沉重的壓力 但是我也不得不在這個部分 給高雄市政府一點壓力 因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下一代 好,0到2歲的幼兒托育補助 到底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要建構一個友善的城市 以及餘居的城市 我想這是我們市長多年來 在高雄市主政所努力的 也達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因此你知道現在我們高雄市 每一個家長如果把孩子交給托育單位 要花多少錢嗎 副市長,你家裡有小朋友吧 陳副市長 許副市長 這是你的業務嗎 還是陳副市長的業務 因為今天市長去行政院會 許副市長 你家裡有小朋友嗎 請答案 沒有,你也是跟我一樣單身 目前不是啦 但是我家裡面沒有小朋友 OK 但是我們總是親戚裡面有小朋友 好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高雄市的托育 如果交給托育單位 每一個家長一個月要付多少錢給托育單位 你知道嗎 行情 這一點具體的那個我不是那麼清楚 很抱歉 好 副市長你先請坐 我跟副市長報告 目前行情在兩萬塊以上 那當然便宜一點 可能在家裡帶的那種保姆 他可能可以降到一萬五到兩萬之間 所以我們今天看高雄市 如果婦女要出來就業 我們高雄市現在的薪資平均 一個月剛出來就業的婦女 大概可以領到兩萬多塊而已 那如果你的托育 小朋友交給托育單位 你就要付掉兩萬塊 那等於他賺的薪水是白賺的 因此如果可以讓托育費降低 對我們的家長來講 尤其是婦女 他的勞動參與率才會提高 他也比較願意生小孩 今天即使是父母兩個都有在工作 一個人平均薪水二至三萬 你知道他們一個月才六萬塊 甚至六萬塊不到 那如果你生一個小孩 就要付掉兩萬塊的托育費 他敢不敢再生第二個 絕對不敢再生第二個 因為那會扣掉四萬塊 所以這樣的托育費 是多麼吃重 對年輕的家長來講 因此我們說要提高生育率 增加城市的人口 也要鼓勵我們的婦女來參與 就業市場的話 那麼在托育的環境上 必須給予更優厚的條件 這個就是為什麼各個縣市 目前其實針對這個議題 都有很大的動作 好 所以我要講 我們高雄市政府有沒有在努力 有 我們高雄市政府做什麼 公辦民營的公托 但是可惜生多週少 為什麼 我們目前統計起來 高雄市的公托 大概有17家 平均總收托人數不到1000個 大概970個 當然這個數據 沒有社會局的精準 但是我希望社會局 今天不要去跟我討論 我們精準的這個數字 我們談的是一個大略的方向 因此 你的開辦費 每一間公托 平均扣掉公共親子使用部分 我們來算大概要1000萬的成本 這1000萬還要行政文書等等的補助 那你每一間公托 那你每一間公托57個人 我們來看 平均每個小朋友 一年可以受到的利益大概在9萬塊 那換算出來 每個月他可以受益7500塊 等同於補助他7500塊 可是這樣的孩子 總共不到1000個人受益 那我們來看 整個高雄市 0到4歲的小朋友有多少人 我們拿台中市跟高雄市來比 0到4歲的小朋友 到今年為止我們高雄市有11萬人 11萬個小朋友 台中呢現在有13萬個小朋友 那我今天列這個表 要給副市長您看 就是說 台中跟高雄的0到4歲的小朋友的差距 越來越大 在102年到104年 相差都在14000個孩子 但是到105年的時候 已經擴大到相差2萬4千個孩子 為什麼 當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其中一個 對於托育環境 讓家長願意生小孩 是很大的一個因素 那麼怎樣 又因讓家長願意生小孩 帶小孩 我覺得台中市在這方面 其實是有努力的 那我們高雄市呢 我們高雄市要再努力啊 不然為什麼 在105年現階段統計出來 0到4歲 他們已經比我們快速增加1萬個小朋友 所以我要告訴我們的市府 0到2歲的幼兒托育津貼啊 有很多縣市都在加碼 台北市 原來就加碼2500塊 因為我們中央目前不排富的情況下 有排富啦 目前中央有排富 全台灣每個縣市中央都補助2000到5000 那台北市呢 本來加碼2500 現在他們去年年底又加碼3000 那當然台北市他們很清楚的知道現在的托育費用非常的高 尤其台北市的物價水準很高 所以他們如果再不加碼 他們也擔心台北市的家長不願意再生小孩 因為養不起 所以台北市目前總共加碼5500 桃園市呢 他也跟著中央加碼 中央給的補助之外 地方政府加碼3000 這是桃園 台中市也是一樣 補助2000到5000 包括雲林縣 雲林縣是針對阿公阿嬤娶孫的 他們對等補助2000到4000 也就是說阿公阿嬤如果是娶孫 中央補助2000 雲林他也會 雲林縣政府也會再給你2000塊 給阿公阿嬤 等於阿公阿嬤有4000塊可以養育他的孫子 屏東呢也加碼2000 彰化現在也加碼了 那麼我們是六都當中的一都 而我們在城市的競爭力裡頭 在首長的滿意度裡頭 陳菊市長一直都是拿到第一名的 城市競爭力我們都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人口的縮減 生育率的降低 我們卻不如其他的三都 更不如 雲林縣屏東縣跟彰化縣嗎 我必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號來問高雄市政府 如果今天只是用服務來取代金錢可以做得到了 我當然支持 但是如果今天用服務 無法完全去取代金錢的 加碼 要不要來考慮一下 給我們的家長 減輕負擔一下 讓所有大部分的家長 在養育零到 4歲的小孩的時候 能夠得到高雄市政府 善意美意 我剛剛開記者會 我非常不滿意 社會局副局長的答覆 他告訴我 用服務取代金錢 他告訴我 除非中央加碼 否則高雄市政府 絕對不會加碼 這樣的答案 讓我一個長期支持高雄市政府的 執政黨議員 感到失望 感到難過 我想我的政策 的建議 向來對高雄市政府 的要求 我這是很理性的 我也是非常支持高雄市政府的努力 更加的肯定了 但是 葉副局長給我的這個答覆 我極度 不滿意 我覺得這就是推脫 不願意面對現實 不願意面對城市的競爭 像鴕鳥的心態 作為執政黨的議員 我當然知道高雄市政府財政上的困難 但是 面對所有的家長 跟我們下一代 如何營造一個友善 如何營造一個友善又平價的托育環境 這是我們責無旁貸要努力的事情 其實我上一次部門質詢的時候我就問過社會局了 社會局就已經給我這樣的答案 我其實非常的不滿意 我今天要講 營造平價友善的托育服務 如果我們的托育費 透過中央跟地方的共同合作 把托育的 金額 能夠降低 那對於育兒跟婦女的就業來講 都是相對的提升啊 生育率絕對會提高 我們就不會輸台中市 輸得慘慘了 現在差人一萬的 小孩 高雄市的家長 他敢不敢生第二個 我們剛剛 記者會的時候 家長跟 一些代表的新生就是 不敢生第二個啊 所以我們高雄市有鼓勵生第三胎的時候 給予生育津貼的加碼 大部分人用不到 因為 重點不在於生育津貼 重點在於養育津貼 要娶孩子 娶得大胸要花多少錢 我想在場所有的官員 大部分都是 有子女甚至你已經做阿公啊 做阿嬤 為我們的城市的孩子 做一點努力吧 所以我覺得社區保姆 包括 托育機構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想辦法 讓家長在這方面的支出上 可以得到一點補貼 不要把金錢當成都是臭錢 沒有錢萬萬不能 小富難為五米之吹 OK 有錢 確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所以 我也要講 這個 高雄市幼兒教育及照顧補助辦法 這個條文 這個辦法 我仔細的研讀 大概十遍 我從上面讀到下面 從下面再讀到上面 就我一個 學法律人 我讀了之後 我的理解是說 這個補助辦法 也是看得到 吃不到 為什麼 他的對象是 兩歲到 四歲前的幼兒 如果你讀幼稚園 好我們高雄市會補助 每學期五千塊 可是他有設了一個 設了兩個關卡 第2關卡 你的幼兒家長 綜合所得稅率要5%以下 請問有幾個人符合 第二個 如果你在中央已經有領到其他的補助 就不能再領了 所以這個有幾個人可以領 也寥寥可數 所以這樣的補助辦法真的是也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那請問我們高雄市 為我們的下一代的幼兒努力了些什麼 結果剛剛葉副局長告訴我說 我們今年要是增加14個據點 去照顧幼兒 請問這14個據點是怎麼照顧幼兒 他說一些 親子設施 讓家長可以帶來這裡 協助家長怎麼育兒 我說真的 今天記者會我們所有的家長跟代表 聽到都傻眼 這樣增加14個據點是做什麼的 形式化的 實際家長要的不是這個啊 你能不能提供一個比較具體的 給家長減輕負擔的 在托育方面 不能通通通靠中央 地方也要努力 我們的預算很吃緊 我知道 但是也請在這個部分 給予家長一個希望 給予家長一個希望 當然我今天這個主張要求加碼 是排富的 是排富的 大家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但是排富的門檻 請你們不要定的太高 像這樣 重手稅 5%以下的才可以領 那有幾個人可以領啊 符合資格的寥寥可數 我希望 我們的 零到二歲的托育 今天 可以比照 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同步加碼 我們至少是六都中的 說得驕傲的 我們是第一名的 我們是第一名的 誰是 為什麼 我們的 輸 台北 逃逢 台中 沒有理由嘛 排富之後 給予我們的家長 這樣的同步加碼的津貼 裁員怎麼來 我相信這個需要請 財政部門 去做一番的思考 跟努力 我希望 連鎖得 在100萬元以下的家長 只要他願意生 小孩 你應該給予他加碼 連鎖得100萬以下 其實這是相對 比你補助生第三胎 四萬六千塊 還要來的有誘因 他只要知道我養兒 育女 我們高雄市政府 願意幫他分擔 一點點 他就很樂意去生小孩了 所以 我希望 高雄市政府 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 我希望不要再花大錢 再供託 供託的成本好高喔 副市長我請你再看一次 每一間供託 要1000多萬以上 但是實際可以收的孩子 不過就是五六十個 大家都擠破頭要抽籤啊 連民意代表都在拜託 那也沒辦法 就是要抽 抽到的人才有 那好像跟 熱透一樣 真的是 微乎其微 機率很低 那你有多少錢 可以辦那麼多的供託 成本多高 每個孩子受益 是7500塊呢 好吧 你說我算的 如果不夠精準 那我打個折 每個孩子受益6000塊啊 總比你 現在金貼 3000到5000來得多呢 那你為什麼 不要把它平均 給所有的家長 讓所有的孩子受益 我們都是納稅人 所有的家長 不平的是 他們也都是納稅人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 享受到公托 這麼高的金貼補助 因此我建議 強烈的要求 高雄市政府 研議 對於0到2歲 我們只要0到2歲 因為 小孩子度幼兒園幼幼幼班開始 又有另外的一個教育補助 但是在托育的部分 我們先要求 0到2歲 給予 比照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的方案 加碼 我們希望加碼3000到5000 如果你能力 財政上真的有困難 至少要加碼3000 那我相信托育費 會降低 我們的家長 願意生小孩 因為你如果0到2歲 他都沒有能力帶 更不用講說之後了 所以這個部份 所以這個部份 我想副市長你是不是要先答覆一下 就我這個議題 來 副市長請答覆 議員 大概 幾點 做一個回應 第一個 我想在公托 跟這個現金補貼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 運用上面會比較符合家長的需要跟效益 我想這個部份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做一個 做一個分析跟檢討 那第二個部份 是關於這個 2到4歲的這個部份 剛提到的 就我所知道其實中央 並沒有什麼同性質的什麼補助 當初就是為了補這一個缺口 2到4歲嗎 2到4歲的部份 中央有補助啊 沒有 他基本上 2到4歲 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這一個部份是不是能夠達到這個實質的效用 因為這個是去年 邊預算的時候 其實希望把這一塊補足 那今年剛開始施行 那這個施行的成效怎麼樣 你這個2到4歲啊 其實你的門檻很高耶 所得稅率要5%以下 那這一個實際執行的狀況 我想我們今年在 這一個 實行了大概半年之後 今年才開始實行 那我想這一個 施行的成效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也願意來 做這個 檢討 但是副長我現在要求的是0到2歲 另外沒有錯 就是0到2歲 坦白講 這一個部份 我其實非常 不是那麼贊成 各縣市 陷入這種現金補貼的 這種競爭關係裡面 這個 基本上 我們願意或者說希望 這一個部份跟新政府的衛福部 大家做一個 比較 全國性的一個檢討 我們在右拓的獎勵上面來講的話 應該是怎麼樣去處理 會比較符合家長的需要 不要讓各縣市 陷入這種 現金 現金補貼 大家在那邊 花錢做政機的 這樣的一個競爭關係裡面 我並不是說 這樣現在的這一個2千到5千這是足夠的 而 我是認為說 這一個部份 全國的這種各縣市 互相競爭 互相在那邊拉戶籍人口數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要正視這個問題 我要講如果中央有正視到這個問題 各縣市就不會自己想辦法 今天就是中央他不會去處理我們這個問題 各縣市才會自己想辦法 你現在又要回到中央 中央何時才要幫我們再加碼 你有把握嗎 如果拖個三年五年 有沒有一個 有一個結論嗎 其實政府應該要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說我有沒有把握 我不見得有把握 但是我覺得應該 正本清遠的去處理這個問題 不要讓各個縣市在那邊陷入這種惡性的競爭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理想必須跟現實結合 當然我也不希望是金錢的競竹 各縣市在比誰的福利好 可是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現實 其實今天不只是台灣而已 其他各個 城市 各個國家 大家不也都在福利競賽嗎 誰的福利好 他的人口就會增加 他的生育率就會提升 你說北歐他的福利好不好 非常好啊 但是他的所得稅高不高 這個都是相對要付出的代價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今天加碼三千 其實對 我們而言 如果其他的縣市做得到 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在現階段 先解決 家長的痛苦 至於未來中央 改選 政策 他們願意同步 再增加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原來的 這個優惠 這樣的一個加碼 再做調整 但是你現在 現階段 中央根本完全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有提到任何具體的方案吧 所以你只來 說未來 我們希望中央同步 我們不希望城市競爭 城市沒有不競爭的道理啊 每個城市在競爭就跟賽跑一樣啊 大家都使出他 看家本領啊 金錢的或者是任何的條件啊 今天在 國際城市裡頭也是這樣啊 所以我就說我們不要認為 沒有錢就可以做好任何的事 我認為還是要有錢啊 我們 法規小組前幾天才審 公法人 公法人 文化單位要成立 文化單位 的 利益良好 但是 文化界也會擔心啊 擔心你把我成立公法人之後 我像被拋棄的小孩一樣 誰來支持我 所以他們要求典藏費 要提高 我也認為典藏費要提高 可是你不能放在公法人的預算裡頭 會排擠到其他 所以 文化局在這部分也要去努力 因此我認為 如果今天是 沒有錢就可以做好任何事 那文化界就不用要求你 典藏費要達到 多少錢以上 所以副市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加碼三千 不是這把你努力 是因為家長已經到了一個生兒育女 養兒育女的一個壓力瓶頸 物價現在都很高啊 貨育費用要兩萬塊 還有兩萬塊以上 今天一個 婦女 他如果在家裡帶小孩 他沒知道要出去吃頭路了啦 他如果出去吃頭路 他貪的錢 你多喝托育費都 花光了 那他到底要選擇就業還是選擇托育 他最後只好放棄就業 在家帶小孩 省這個錢 如果政府在這個部分 可以幫他 設想到 讓他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就是金額稍微降低 創造一個平價的托育環境 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給我們的家長 能夠 生小孩 帶小孩 又快樂的去工作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 所以 副市長 我當然了解 你說中央 要為我們想辦法 但是現在看不到中央的具體 也許我們的新政府在這個部分 可以為我們著想 但是他也不是那麼快啊 不知道要幾年啊 那為什麼各個縣市都在努力的加碼 你嫌他加碼 不好看 但是人家別的縣市一直在增加 他城市的福利啊 吸引就業人口 吸引人口 牽入 吸引 他的人口 生小孩 啊我們呢 我們努力在哪裡 其實我們各個局處都很認真 各個局處都努力在做 既定的目標 但是從來沒有人去跟你點到說 托育的部分 其實已經面臨到一個瓶頸 我們剛開始辦公托的時候 我也參加第一個公托點的開幕 我那時候非常的高興 我覺得說 哇有公托多好 提供評價給我們的家長 帶小孩 後來我發現說 公托實施了這幾年 確實面臨了一些問題 家長的聲音出來了 第一個你公托花的成本很高 受益的孩子很少 那為什麼不要把這樣的一個 的成本把它攤平 讓所有大部分的家長跟小孩受益 副市長 我今天不是指責你 我今天是 很誠懇的 很強烈的希望建議高雄市政府 認真的去研究這個問題 好嗎 我希望今天財政部門 還有 社會局 能夠具體的提出一個研究方案來 到底 加碼 對我們的生育率是正面 還是負面 對於婦女參與市場的 就業是提升還是降低 我相信你們可以做一個數據 研考會可以做一個數據 如果這些都是正面的 那請你 真的 努力的加碼 不要多 三千塊 比照其他六都中的三都 我覺得 家長們 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他們知道高雄市 努力了 盡力了 今天他們都在上面旁聽 他們希望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請求 好吧 副市長你請坐 還是你要回應我 針對我這個部分 你要再回應嗎 我想我剛剛已經提過 關於這個公托 跟這個二到四歲 這個實行的成果效益怎麼樣可以進一步來研修 那我想到底要不要加碼 工作是針對零到兩歲 我現在講的都是零到兩歲 我說針對那個部分 我想 其實剛剛林議員講的 有一點是非常正確的 沒有錢 很多事情都做不來 是 對所以 不能說一直要去做新的 那 我們舊的東西 如果有真的是實行成效 如同 林議員所提到的 他的效益不是那麼好的話 那我們要先去檢討舊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資源 去做一些合理的分配 我想這一個部分 我們是可以來 進一步來 來 研究跟分析的 希望一個月內給我一個具體的方案 可以嗎 一個月 副市長 具體方案 我想針對這一個部分 這個效益的分析 我想一個月之內應該可以 好 謝謝副市長 好 那我要來談 第二個 局長 你要答覆嗎 還沒有 不用 我副市長答覆就好了 謝謝 好 第二個呢 因為我時間有限 局長不好意思 那個 長照服務法上路 我們應該有一些準備 雖然107年才要開始 因為長照法呢 其實他對於身心私能的照顧 好 必須 有我們的 政府 將來透過保險 跟長照法 去做 相對的配套 那這個呢 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這些幹部的 培訓跟儲備 那我不知道社會局在這個部分 現在 有沒有做了哪些前世 功課 就是我們現在的照服員 生活服務員 教保員 訓練員 社工 還有各類的醫師人員 你們怎麼樣做整合 好 那怎麼樣給他們做一個儲備跟培訓 你們到底具體計劃你出來的沒有 第二個呢 我認為 健全 這個長期照護的服務體系很重要 所以 你們有沒有去做盤點 各個區域需要長照的目前有多少人 那偏鄉的地方有多少 他們需要的資源能量能達到多大 我覺得 今年105年 到107年上路的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社會局必須要充分的準備 因此 我認為 各個長照的據點 那你們 怎麼去設 就必須先進行 所有的統計資料 就是要盤點 所以你們到底盤點了沒有 還有家庭自行照顧 或個人看護的部分 怎麼樣提供支持性的服務 那這個規劃了沒有 這個是我 我特別要來問社會局的 到底我們社會局現在開始準備了沒 到107年上路 我們能不能立即的上路 那到底長照法 將來是怎麼做 有很多人還是不懂 我覺得這個也有必要對民眾宣導 因為 衛福部固然在他的網頁上 有這些相關的資料 可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知半解的 什麼長照法 什麼長照險 不懂 因此長照服務法 再加上長照保險 才能夠真正的 去照顧到我們未來的失智者 那失智者裡面是包含幾歲的人呢 現在 現階段呢 50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 55歲以上的原住民 65歲以上的長者 是可以的 那將來呢 我的小孩如果8歲 他是自閉症 可不可以用長照 我的哥哥20歲 因為車禍 他沒有辦法自我照顧 那可不可以用長照 我的誰 從陰架上衰落 瘫痪 他可不可以受長照 其實 這個 部分 我認為 必須要給民眾 充分的了解 那為什麼要有保險 長照保險是什麼 因為現在 牛保險 也很多 工庫也很多 所以 有很多人不知道 情況下 他可以給你掛個 長照 保險的名稱 給你拉保險 也有可能 那你莫名其妙就加了他那個保險 可是對民眾來講 不見得有幫助 所以我認為 航照法 加長照保險 我們衛生局跟社會局在這部分要多做一些努力功課 也要讓民眾所有的人都知道 107年要上路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有沒有年齡的限制 哪些對象 這個當然 衛福部是說 如果沒有長照保險的話 經費是有限的 如果加上長照保險 未來 可以有充裕的經費 去照顧所有不分年齡 的身心 私能者 那到底保險我們要付多少錢 大家也都不知道 真的你要上衛福部的網站才會看得到 那這個就是說 目前的規劃是 我們民眾自己自付30% 那雇主付40% 政府付30% 這樣去成立一個 長照險 那這樣的一個長照險 到底我們要付多少錢呢 他有算出來一個大概就是你如果五口之家 父母 保險費大概每個月要各繳100多塊錢 那這類似我們的健保費這樣子 那這樣到底 未來民眾知不知道清楚嗎 那要跟誰投保 誰未來跟我們通知要繳費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107年上路之前 必須要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充分的理解 才不會 才不會受到其他的誤導 因為我覺得 長照有很多的 訊息 來自四面八方 那也有很多的業者 包括保險業者 在這部分強力的推銷 到底民眾 該何去何從 我覺得政府單位在這個部分要負起責任來 好 那是不是請社會局 針對我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回應來 局長 來 局長到 局長你要快喔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雖然長照的業務在高雄市 主責是衛生局 但是因為可能我們業務負責的比較多 所以就 由我來回答 是要由衛生局長回答 那我們目前 明年上路的長照的部分 我們對象的確是像議員剛說明的 我們原本目前十年長照的部分 我們是用失能的比例來算 所以我們是兩萬七千多人 那到了明年我們新增了 失能的這樣子的人口跟年齡放寬之後 變成六萬四千七百二十九人 那您 關切的這個裁員的部分 我想您大概也 您也做了您的相關的 一個研究 但是保險法是目前 過往的 衛福部所規劃的這個部分 但是 其實在 新的政府上來之前 其實就已經很明確的 有表示我們未來可能會改變 這樣子的裁員 我想問一下高雄市政府就這個部分 有沒有進行盤點 需要長照的部分 我們各區都有盤點 然後 我們甚至連照顧的人力 目前有多少 跟我們再來還要增加多少 那甚至包括說 我們的開班訓練 甚至到偏鄉 我們要怎麼樣開班 而且我們買了開個班之後 開班之後我們會上工的比例 我們也要估算的比較合理 所以我們 目前 我們的照顧人力是3396人 我們估計明年上路之後 我們還需要再增加1360位 專業的照顧人力 那總共會需要4756人 但是因為我們通常訓練完 會 上工的比例 會直接來進入線上來做服務的比例 不會完全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需要再增加訓練2720人 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跟很多單位在合作 開班相關的訓練 衛生局社會局 甚至中央的 勞動部 都有相關的課程 我們積極 因為照顧人力的確是我們現在很大的一個缺口 局長你估算 長照上路的時候 我們大概需要多少培訓人力 總共 長照上路之後我們要增加1360位 上線的人力 增加上現有的 總共 現有的3396人 所以總共需要多少人力 4756人 總共需要4700多人 是 這是 所有長照法裡頭相關的人員 是嗎 就包括居服單位機構日照跟護理之家 這是我剛剛講的照服員生活服務員社工 各類醫師人員 教保訓練社工 社工 是另外 社工另外 我們要主要是照顧人力 所以你的照顧人力是4000多人 不含社工 不含社工 不含 也不含 不含 護理人員 好 局長你請坐 那我請教一下衛生局長 我們現在在醫師人員的培訓上 對於長照你們有儲備嗎 局長你請回答 謝謝議員 那目前我們那個在醫師人員部分是 由各醫師 只等 只等他們會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叫做Lv1、Lv2、Lv3的訓練 那個訓練是在這三年來已經陸陸續在開辦 那目前的規劃裡面其實是包括我們的從護理支架一直到我們整個 慢性照顧機構以及一些基層的一個醫師人員部分在做各類醫師職等的一個處理 簡單來講你現在醫師方面對於長照的部分你們打算要儲備多少人 根源報告我現在所謂沒有資料 那因為 目前 這些醫師人力 如果醫師人力去執行是夠的 那叫我們目前重點是放在 他的 本身的一個 有沒有那樣的意願 還有他的照顧的品質 所以我才說要盤點嘛 局長你新來 你剛上任啦 有些資料你還沒辦法掌握沒關係 那你請 後續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訊息給我 我希望衛生局要盤點你需要多少醫師人力去投入未來的長照 這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這樣的準備 好嗎 局長你請坐 好 那再來呢 我要提的是那個 輪船公司的部分 輪船公司常年都虧損 那我請輪船公司提供資料給我 我覺得我們財政部門針對輪船公司的虧損一定要找到一個方案 來解決 我們先看他的航線 齊津古山這個航線呢 搭乘人數是最多的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黃色的區塊呢 103年啦 跟104年比起來 我們搭乘的人數竟然減了百分之五點多 那真愛碼頭 到齊津的部分 因為現在在 流行醫院中心施工 所以這個部分人數也是銳減 這個是 沒有辦法的 那太陽能船呢 過去是非常夯的 很紅的 可是他人數也銳減 從47萬 變成39萬 那租船呢 租船游港 這個大概一個半小時 也從去 103年的 49000人 降為 104年的 32000人 所以 搭乘人數 都是下降的 營收當然也是下降 但是 齊津古山 渡輪營收增加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票價調整 所以 票價調整 可是人數是減的 因此 我認為 解決 輪船公司的營運 虧損 是我們現在 必須要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好 那我剛有特別提到 104年 古山騎青航線 比103年少了29萬人搭乘 29萬人 那艾滋船 也就是太陽能船呢 也少了8萬多人搭乘 營業 減幅 達到23% 那我知道 你們現在要把太陽能船 委外 委外 去做 游民間來處理 那租船的部分呢 104年 也比103年 少 營收呢少了16%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那你看到這個圖 就可以發現說 那個 藍色的是最高的 那個就是 古山騎青杜倫 是搭乘人數最多的 紫色的這個是太陽能船 是第二名搭乘人數次多的 其他你看那個色塊都一點點 表示其他搭乘的人數是 不多 比例上 好 這是人次 剛剛那個是營收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主要的營收 在於 渡輪 那太陽能船是 小部分 其他 一點點而已 好 那你從這個 比例來看 古山渡輪依然是 占最大宗的比例 不管是搭乘人次 還是營收 太陽能船是第二名 其他都是 維護其微 那我們從營虧的統計來看 是免費搭乘的 那當然這從過去以來 都是給我們 其經理導一個優惠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如果你 經營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 每收10塊錢進來 他就要先繳5塊錢出去給別人 他就剩下5塊錢 那這5塊錢 他可以做什麼 他要付人事費用 還要輪船維修 還要其他的成本開銷 他要探想 更何況我們這是 城市裡頭 城市裡頭的一個船舶 不是國際航線 不是國外航線 他能夠賺的營收非常的少 你要他業績達到 150%以上 很困難 他10塊錢進來 5塊要先出去 剩5塊而已 你要叫他一道炭 15塊 我想 非常非常的難 所以這個 讓輪船公司永遠一直背負著 虧損的命運 所以我認為解決輪船公司的 營運虧損有幾個方向 希望市政府能夠就這個部分來做 檢討 第一個 太弱換牆 我剛剛談到了 搭船的比例來講 就是 渡輪跟太陽能船是最多人的 營收也是占最多的 其他都是比較不重要的 那你要不要整併 有一些真的不太 有營收 搭的人也少的 我覺得 那個付出的成本 太高了 是不是把他整併 強化他的市場性 這個市場上有吸引力的船 我們留著 沒有市場吸引力的 我覺得也不要再 一直花成本在上頭 第二個 期間居民免費搭船的部分 在104年 就達到7000萬 那這個要不要列入輪船公司的營收 我覺得這要請財政部門去檢討 到底列入營收比較好還是不要列入 那要怎麼樣去打平 否則這輪船公司永遠都處於虧損的狀態 因為這個是屬於財政方面的專業 我不便於在這裡給 給指導期 但是我認為這個要不要列入營收 真的要思考 或你不列入營收 那你要想辦法 那至於票價的部分 我覺得調整之外 你們要配套 就是套票怎麼行銷 讓他可以賣更多 盡量 就是有一些搭配觀光 最重要的一個7000萬 這個期間民眾的免費搭乘 我覺得我們也許要思考一個方向 期間的觀光資源的開發越來越多 那透過期間觀光的開發 他的收益 將來要透過基金 還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回饋 那在這個回饋裡頭去補 這樣一個期間居民免費搭乘的支出 我覺得這樣輪船公司 的虧損 事實上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事實上交通局 這個特別 之前 那個我們的 陳局長才 回過頭去 再兼這個輪船公司的董事長 那 要處理這個輪船公司的營運虧損的問題 其實 交通局最近也提出了非常多的這個方案 那我們在方向上面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 本質上面的輪船公司 並不是一個純商業的公司 他是百分之百 市政府投資的 那 的確他有照顧 特別是旗津 這個離島居民的公共的任務在 所以 其實這 7000萬事實上就是補貼 這個 這個旗津居民的 這個 這個 往來的交通啦 他不純然是一個商業的 任務 我想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其實 剛剛提到的 我想 包含這個 各式 除了這些公共服務之外 那各式的 這個傳播 是不是能夠更貼近市場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努力的目標啦 那我們 希望 這個 除了 輪船公司除了這個公共 任務之外 其實其他的在 市場性上面應該 多加 多加的加強 我想這個是 回到 這個公司營運的本質上面去做一些改善的思考 事實上 交通局最近也提出了相當多的方案 在這邊 或許這一個 待會事後可以 那個交通局有一些方案可以提供給林議員參考 來 議長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對我們輪船公司的關心 確實現在 輪船公司 每一年的虧損裡面 很大部分是因為我們 騎金居民 沒有辦法收到錢 大概 去年就有7000多萬 不過目前 市府也 基本上 有一個共識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虛擬的營收 虛擬的營收雖然沒有收到錢 但是在公司的 績效評估上面 他是有這樣的一筆 虛擬的營收 雖然 在實質上 他沒有錢進來 不過 至少對於公司的 績效 還有對於 我們 跟市府溝通 怎麼樣給予 我們船員 我們 員工的福利 這個有一個比較公平的 一個計算 那我知道議員也關心我們員工的福利 那最近我們 也通過董事會 就 那個98年 12月以後 進來的員工 他們在有一些福利上 可以 增加的 我們就盡量把它給恢復 但是他畢竟不可能像 98年以前 他是公車處 車傳處的員工 他享有公務人員 這麼多的福利 的部分 那不過 我們會 先透過這一個 合理的 這個福利 恢復的方式 先給員工 基本應該有的 一個 福利 我想這個市府裡面也會 支持這樣的一個做法 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我們把我們 核心的 這一個業務 放在 輪度的部分 因為輪度的部分包含 剛才特別提到的 對於其今居民對外的這個運輸 我們有公共服務的 這一個業務之外 最近 其今的觀光發展也帶來很多觀光客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創收 這個利潤的來源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快速的 能夠處理掉 在輪度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前鎮中週線 因為他每一年 大概要虧損2000多萬 那這個2000多萬 主要在於說 我們必須要提供 相當多的這個班次 但是 目前那條航線 因為有過廣隧道的開通 已經不再 不再像以前的這一種運輸的需求 那這部分我們也跟 地方上有先做一個協調 把我們必要的班次保留 那夜間比較沒有需要的班次 先把它減班 未來我們還會 想辦法 透過民間的 投入 投入這個 服務 用勞務採購的方式 希望能夠把這個2000萬的虧損 至少降一半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掉 1000多萬的這個虧損 希望在今年最晚到明年中 可以達到所謂 損益兩平的一個目標 那之後我們還會再 透過 港市的合作 會有一些新的航線 如果具有 這個 效益的部分 我們也會積極的 來 尋求 開闢這個航線 那當然 以倫船公司本身 他有一些組織上的限制 我們希望未來 這種觀光航 航線的部分 能夠引進民間的合作 共同把我們高雄市的 這個海港觀光資源 能夠做更高值的 這個提升 好 好 謝謝您的執行 今天下午 三點繼續開會 三位